大家好,欢迎收看太极门1219事件平反第14周年全民开讲 所以说人吃无骨杂粮哪有不生病的 这是安慰病人最常用的话语 若是人的一生真能无病无痛,那该有多好 病过了才能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下的定义 是指在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三个方面 全部都良好的一种状态 而今天参与开讲的两位来宾 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一个让他们 身心灵获得全方位健康的好所在 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让我来分享这段影片 它不只是人类最古老的运动 更超越运动 从心灵层次提升身心的能量 古老门派师徒一脉 传承派基门优质文化 实现身心灵全方位的健康 师父引导弟子 性命双修 练气练心 强身健体 修心阳性 进化心灵 以达心气合一 反不归真 明心健性 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天堂 天堂 是一种生活的修行 从愿意改变自己开始 找到圆满人生 阴阳平衡的智慧 一二三 台西班EnergyFamily 行脚全球 鼓起 参与三千多场 国内外文化展演 拜访世界一百零一个国家 两百多个城市 举办超过两万场次公益讲座 在海内外 三百多所各级学校 推动爱与和平人权教育 分享爱与和平的理念 化解世界的干戈 启动良心时代运动 让良心时代的蝴蝶效应 风行全球两百个国家 超过三千个单位 共同响应 启动良心的循环 凝聚成强大的能量 改变世界 转动世界向上向下 也为自己开创更美好的养生 动物良心快乐环节 原来今天两位来宾改变自己的起点 都是因为加入了太极门这个神器大家族 太极门为古老器工武术修行门派 师父传授弟子人生哲学智慧 引导弟子性命双修 练气练心 强身健体 修心养性 进化心灵 透过练气养生 让他们的身体获得健康 心情变得开朗 生活更欢喜快乐 首先邀请第一位宇坛人秀秀 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我因颈椎及腰椎长骨刺 高盲 高盲穴痛 引起腰酸背痛 看过中西医都无法根治 日子过得很痛苦 朋友推荐认识 钟燕真师姐说 练气功可以强身健体 改善体质 所以就入门练气功 在太极门有家的感觉 非常温馨的大家族 可以放松自己开心快乐的好地方 练气功后身体变好了 身心灵后得健康 心情变开朗 更欢喜快乐 感恩师父收我为徒 让我人生从黑白变彩色人生 85年12月19日 我刚入门 九个月遇到政府宗教扫黑 太极门遭受迟疑之殃被诬告 我的家人几亲友也为此事加以反对并指责 内心受到极大的压力 师徒之间挣扎抉择很为难 我相信师父师母是清白 所以坚定在太极门 与师兄师姐共同维护太极门这个大家庭 1219事件检察官活宽人代理检调人员 真枪实档非法搜索太极门道馆 违法侦查不公开 原则报导不实 及侵害人选 无证据就收邀师父师母及师兄姐 活宽人收到一把陶木券 作为养小鬼证据 以养小鬼写入启示书中 真是怪力乱神了 国税局将尽私礼化分一半赠余 一半协费 银行户头只有61万元 活宽人切造假新闻 内造32亿元盈利所得 要国税局开出高额税金的假税单 国税局持续违法强征科税25年 师父义指强调 该缴的税我们一毛钱也不会少缴 不该缴的税我们一毛钱也不会多缴 但国税局面对18次行政法院诉讼 仍旧持续开支税单强征税 这样的乌龙税单 被称为违法税单万人不实 又因迫害太极门师徒万人以上 被专家学者称为 法税228事件 形容228事件的一样凄惨 96年7月13日法院三审判决无罪 无欠税无违反税金基增罚 并任进弟子正义掌门人的禁私礼 属正义性职 同时也获得国家恩义赔偿 台湾的行政救济制度 对人民社交重重障碍 人民要为自己伸张正义 需耗费极大 心力财力甚至请家荡产 人民要胜诉的激励等于零 行政法院是乌龙法院 或被积封为败诉法院 同时也被专家学者说太极门假案 是一个造妖镜 造出国内司法制度 以勿税制度的黑洞 造出恶官恶利贪图奖金的丑陋一面 今年七八月 两次行政族行署强行拍卖太极门苗栗土地 抢夺民产收归国有 政府像强盗一样 太极门师兄姐及法税改革人们志工 一起相挺抗议 为了人权正义发声 族行署必不出面说明 人民会走向街头 都是民不聊生 官逼民返 税灾富很多 愿意站出来 要为人权 为了我们下一代族生 人民既当提款机 希望小英总统举行政院 应该正视人民的诉求 挺挺联名的心声 蔡总统你提出的转型正义 更要对国家社会人民有所帮助 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权 督促政府朝正确的法税改革 救救人民百姓的苦啊 谢谢大家 听完秀秀的人生故事 入门练功前后的改变真的差很多哦 人生无法重来 但你能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 所以从此人生翻转 由黑白变彩色 然而太极门一二一九的事件 却让他遭受家人及亲友的反对与指责 内心受到极大的压力 在师徒与家人之间挣扎抉择 感到为难 幸好他能坚定的留下来 选择相信师父 相信师母 而与师兄师姐 共同来维护太极门这个大家庭 接下来我要邀请第二位语坛人 英子 分享他的改变与体会 大家好 台湾是个宝岛 是我最爱的国家 太极门也是我的家 进入太极门已二十六年了 师父教我要改脾气 反省自己 与人相处我学会倾听 一群良心明辨四辉 当我在生活上遇到瓶颈时 我会往好处想 让我的人生更顺利 在短时间内 身心灵得到了喜悦与临近 太极门真是个练习养生 修心养性的好所在 但是好景不长 太极门冤错假案于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侯宽人检察官 假借宗教少黑名义 大肆搜索 违反侦察部公开 并在各报仗杂志布什的报道 找了税务员死月生作伪证 制造假案 为实质调查 以布什的起诉书为法开单课税 就以案件的两个相关金额 原本账卜六十亿万 竟然可以面造成三十二亿元 以布什的四句滥权特税 这不就违背良心了吗 真的很荒谬 这是台湾的制度吗 少数无良官员 一再的利用国家机器玩弄司法 利用公权力 不理会华院的判决 就算是太极门胜输了十八次 国税局能继续对太极门 开除违法税单 对于证据法则完全不管 根本无情离华可言 完全没有人权与正义 难道就像检察政部部长许宇者所说 要讲基本人权就不用克税了 唉 可怜的百姓们还很自豪的说 台湾是民主化自人权的国家 我们师徒自利自费 走访世界101个国家 举办了三千场公益文化展演 当太极门师徒在世界各地推动良心 推动爱与和平的理念 做到最好的国民外交时 却在自己的国家 承受到信仰自由 及文化权 财产权 思想自由权的迫害 相信台湾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 都是本人良心依法行政 但依旧有少数无量官员滥用职权 无中生用 制造假案来迫害百姓 甚至强行拍卖人民的产权 难道这就是为了贪赌税务奖励金 或是执行奖金吗 太极门冤错假案就是在一个 永无止尽的循环里得不到平凡 25年过去了 太极门案已成为台湾人权的指标性案件了 专家学者也称它是瓦瑟的228 意思就像228事件一样的悲惨 在现今已是解缘的年代里 非常的不应该 在这25年来 我们拥有了一切的华律救济管道 也到各部门曾经 作为一个行政公主 当你们看见人们有冤屈的时候 是我秉着良心出来接受人民的诚情 然而于10908月21日 活税局和行政执行处 竟然在光天化日子下 回法强行拍卖太极门修行预定的 二次流表 直接收归国有 如此无法无间 上进天地 侵害人群 公平与正义何在 在此中心期看正火尽数的 平凡太极门案 撤销违法税单 还我们清白 就责易处违法私子官员 同时 归还太极门修行圣地 让人民有个安居乐业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因子的分享 入门练功后 懂得与人相处 并学会倾听 依寻良心明辨是非 凡事都会往好处想 太极门是这么阳光正向的地方 很难相信 会在85年12月19日 遭受少数无良官员 滥用职权 无中生有的手段 制造冤错假案 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里 历经25年 仍得不到平凡 虽然太极门师徒 在这个国家 遭受人权的迫害 仍然自立自废 走访世界101个国家 举办了3000多场公益文化展演 并推动良心 推动爱与和平的理念 做最好的国民外交时 也因此结识了 世界各地许多的好朋友 愿意一同同行 并唤醒争议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台湾现在是一位 一位世界上的大国家 所以我们怎么能理解 14年后 几个协议员 仍然能够侵 和侵犯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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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院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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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Relax Room 在法院的平衡 中间不再积重 不想要 那百回来 不想要 几个人 但楼上 不想能达到 不想要 和及格附近对 香港的自己公共产 notate events,are allowed to continue to abuse the power without being stalked, and without effective accountability needs reform. In the Taimjima case,the authority of control has formed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by the authoritiesfor the wrongful handling of the case. That is already a good thing. but it has not stopped the fanatics who were at the origin of all attacks against the Taiji Men. It has not put a final period to the case. Because what matters to Taiji Men's disease is not the property per se. What matters the most is their right to practice their spirituality freely without being harassed, the right to teach their spirituality freely without being harassed, the possibility to spread goodness around without undue interference and without undue burdens. I make the wish that the Taiji Men finally see the end of the persecution and recover its properties and land. And I make the wish that justice prevails want for all in the Taiji Men case, so that all of the disease can now concentrate on their spiritual mission and practice without interference for the greatest good. 当不公益发生在民主国家,其影响可能比发生在一个极权统治国家更糟糕。 而台湾号称民主法是国家,却以不当即非法克税的手段去限制宗教及信仰自由。 太极门案已经在联合国会议中被提出讨论。 这种用侵害财产来破坏少数心灵宗教团体, 已经被国际社会关注并严肃看待。 希望现在的执政者要证实这个问题,不要一笑国际。 接着我要用一首歌,No Way, 来表达太极门弟子共同携手走过二十五年, 坚持正义和有不放弃的心。 回主 房子裡 藏著什麼秘密 真相的時光記憶 誰在欺騙你 變得了的鋼琴 滴著水的屋頂 一小時的光影 誰能到回憶區 同此說此不宜怪力 亂生喉簡說得你們卻信 沒調查 帶槍上門抓人 入獄無罪卻沒人聽 沒做我的事 跟你說的會聲會影 良心在哪裡 人民在困海之中哭泣 但你全都當成是放屁 撥碎是你的兵器 其實法院說沒問題 你依然吃之以鼻 置之不理 自以為是皇帝 草菅人命 逼到絕境 誰能真正伸張正義 螞蟻拼命 永不放棄 一顆炙熱擔心 犯錯不停 雖然輪迴 早已失效著行政救濟 緩債負貧平 逐漸淪為一場永遠沒指定的悲劇 不顧程序 圍頭文書 盜外名產 曾經說人不離別 再 再說不改 明文不靈 為了獎金王弱命 操縱美女皆探安全 探長法務不明 這正義其實根本不正義 我們還能走去哪裡 我們還要堅持真理 要我放棄 心中正義 No way No way 我們還能走去哪裡 我們還要堅持到底 要我放棄 心中正義 No 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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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碎是你的兵器 其實法院說沒問題 你依然失之以鼻 置之不理 自以為是皇帝 討監人命 逼到絕境 誰能真正伸張正義 螞蟻拼命 永不放棄 一顆炙熱擔心 犯錯不停 雖然輪迴 早已失效著行政救濟 反載負平 逐漸淪為一場永遠沒指定的悲劇 不顧程序 維中文書 檔外名產 成績不離 別再 就說不改 民文不靈 為了獎金王怒命 操縱媒體 接探權 探偷法務 國務民 日來的正義 其實根本不正義 我們還能走去哪裡 我們還要堅持真理 要我放棄 心中正義 No way No way No way 我們還能走去哪裡 我們還要堅持到底 要我放棄 心中正義 No way No way 不管未來 路上 充滿多少的困境 自始至終 我們都不曾放棄 捍衛真理 守護家園 也不曾忘記 勇敢堅持 到底是我的宿命 要我放棄 心中堅持的正義 No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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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